公共视频显示 事发当天凌晨 一名男子在报案人小区附近游荡 拉了好几辆车的车门 最后邱师傅的车被拉开了 经视频跟踪发现 我们已经确定了嫌疑人陈某和其驾驶的白色无牌照奥迪轿车一辆 当天下午 一辆白色奥迪车从派出所门口经过 正好被民警看到 民警立即开车追上去 在一个路口将嫌疑车辆逼停 当场抓获嫌疑人陈某 通过拉车门的方式 共窃得现金1300元 香烟11包 目前涉案的现金和香烟已全部发还给受害人 陈某有多次盗窃前科 目前已经被采取刑事强制措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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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转发